咱家里剩米饭都有吧 今天就让我老公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炒饭 我敢说这个炒饭99%的人都没有吃过 不信不信你就接着往下看 首先咱们牛肉里来一点姜粉 一勺生抽半勺老抽适量的海盐黑胡椒 给它抓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 油热以后倒入三个没有打散的鸡蛋 先给它们炒散炒熟盛出来备用 然后咱们重新起锅倒油 烧至微热的时候就把腌好的牛肉放里 炒至变色了也就一分钟的样子 撒一把葱花 然后来上一盒这个雪菜绒 这个雪菜绒都是用小月芥菜做的 采用益生菌发酵 吃起来特别香特别嫩 独立包装一次放一盒刚刚好 用它做雪菜肉丝面 烧雪菜鱼或者早起用它配粥都很好吃 然后就是不停的翻炒 让雪菜和米饭充分的融合 这样吃起来才香 把炒好的鸡蛋也放进来 这个就不用加其他调料了 出锅前撒多点葱花 爱吃不爱吃香菜的都要多放点香菜 这样做的炒饭香得很 浓郁的雪菜香搭配着牛肉 最好吃 建议家里有老公的 赶紧按照他给你做 赶紧按照他 Podcast 这个方法 prev与點 码